它里面都有一些频率 等于未来所有的诊断里面 全部都是以频率为主 那你也可以运用这样的频率 做出这样的音乐出来 直接在治疗在你需要治疗的疾病 这是未来医学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趋势 在四五年以后我们自己做这个音乐的时候 它其实在四到五年 甚至到六年就会领导世界 因为它会用崭新的方式去做医疗 不需要有农药的副作用 不需要有化学品的副作用 也不需要有抗癌的这些产生的辐射线 或各方面的副作用 那我们究竟这个表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蛮有意义的 它其实是一个灵贯图 比如说我们的鑫鑫鑫这个位置 它是352 这里有一个框木质 那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地方的框木质就可以对照我们的鑫鑫 这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 包括我们现在日本的海啸 311的它的辐射线 那辐射线能够影响什么东西 辐射线是腹部的频率是370.1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血液的频率 血液的频率 红血球的频率是370 那我们相对的就是 原来我们这个辐射线会影响到你的红血球 你的免疫系统会破坏 它是相关的 那所以未来这张图它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包括我们的染色体的频率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频率 那你怎么去治疗 染色体我们做到的是包括染色的频率 各种疾病的所有的频率 都已经在 不管在世界上各国 比较先进国家 他们都完全是用频率的 所以真正的医院治疗有两派 这个是属于先进派的 比较属于会达到世界标准的一个方式 所有的都是用频率做计算 另外一个就是吉星式的 所有现在美国在谈的音乐治疗 大概是分成两派 那这一派是属于科学化的 所以这一派在未来在音乐治疗博士 可以培养非常多的音乐治疗博士 因为它是完全科学基础在做处理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让大家的参考 那这个是一个脑部的 在我们的音乐治疗里面跟我们的脑部的影响 这边有关系 那我们的阿华波 西达波 列达波到列达波 那究竟音乐治疗它能够做什么 我想最重要音乐治疗能够做什么 那为什么只有在列达九脑波 才是真正的人体自我免疫功能的 那列达九脑波 真正的治疗是在这个位置上 那我们在坊间报纸缩写的都不是这个位置 它大部分跟你讲是阿华波 那真正是在列达九脑波 那何为列达九脑波 列达九脑波就是当你在熟睡时 你根本都完全不知道人的状况下的一个脑波状态 那这个脑波状态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另外一个是 它的心跳是在四比一 心跳跟呼吸是四比一 所以在音乐治疗里面 它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你用的音乐制的里面涵盖的是 列达九脑波的脑波频率 另外一个就是心跳跟呼吸 四比一的频率 那四比一的比例的时候有什么好处 人体就可以达到自我自育的力量 所以第二天 你经重音乐你会发觉 第二天我怎么很有精神 那你吃安眠药会不会第二天很有精神 抗油药会不会有精神 症经剂第二天会不会有精神 如果是对的 这药品如果是对的 第二天一定很有精神 当天很好睡 第二天很有精神 那如果错了 那糟糕 你一定第二天没有精神 就很简单 所以你要使用正确的方法 你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工具 好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 我们的心灵 心灵所用的心灵所用的 第一个他的表达 一般对心灵有用的表达 你会用声光电子还是会用药品 那深光电子为什么会比药品好 没有副作用 那另外一个 因跑得比较快还是光跑得比较快 光跑得比较快 对 那因厉害还是光厉害 认为因厉害的举手 认为光厉害的举手 好那 因连这个墙壁都穿透不过去 光的话直接 两个墙也一样打过去 好不好地球都可以穿透过去 所以为什么要用瘾疗 因为它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的 我们身体的肉体 很轻易的就可以穿透过去 所以为什么说瘾疗在世界上 原来在没有药品前 是用什么东西治疗 用音乐 原来没有药品 那高等的药品叫音乐 低等的叫做药 这样听个早点听不到 就没有互作用叫音乐 乐就是快乐 因为以前 以前治人压的几瓶水 让你快乐起来 你就不会有毛病 那苦 吃苦的 你想吃苦的就是药 那药代表有时候是 也非常有作用 但是另外一个表达 它是很强的互作用 尤其在现在用的是化学品 化学品的互作用更大 我想最近你们看到 很多的报导 这些报导都蛮特殊的 就是我们的食品 有些知道食品跟食物有什么不同 知道举手一样 食物 食物就是有生命的叫食物 食品就是化学品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食品就是好东西 食品就是化学品 就是有毒的东西 你常常吃 你就是一定会出问题 那我们现在在谈音乐治疗里面 脑坡的关系 这个刚刚讲过了 另外 另外 我们也把24节气 这个跟整个宇宙对应的关系讲一下 因为这个蛮重要的 你在任何一个时段里面 你所走的 我们人是跟天地在运行的一个阶段 那音乐治疗有没有办法用到跟天地间的变化在做一个运行 比如春天会有什么毛病 夏天会有什么毛病 秋天会有什么 冬天会有什么毛病 那作用在这里的脊椎上 都有一个秩序 所以这个是比较现代医学的科学里面 它必须注重的 原来每个关节 每个关节它都对应到节气上 然后会产生什么疾病 包括你从这个疾病里面 你去看 你一定是在那个疾病里面 这个是未来的医学重要的 就是它跟时间在跑 吃药以后不是说早晚吃 中午吃 未来的医药是你在恰当的时间 服用最小的剂量就有最大成果 这个是在医学上进步的医学国家 它必须注重的 那我们现在吃的药 第一个安眠药镇静剂 包括抗优医药还有其他的药品 我建议大家晚上睡觉前不要去服药 你要服药最少在两小时三小时前去服药 原因告诉你 就是我们在十一点到一点的时候 它会分泌 包括热门 包括热门 还有就是推药技术 那这些都是可以有具有免功能 你如果一旦把它吃药下去 你会变什么 你所有的热闻病全部乱掉 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在做音乐治疗 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几个地方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不管在失眠忧郁癌症的case 我们在治疗我们究竟怎么治疗 我们速度为什么比所有的医生快 比所有的在治疗快 我把我们的在这几年的进步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 其实在忧郁症 失眠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忧郁症癌症的时候 他身体都有负面能量 这些负面能量 你也没有办法去把它消除 我们只考虑到身体的环保 其实心灵的环保才是最重要 心灵的负面能量你会把它消掉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 大概两三分钟 身体负面能量一下就消掉 五分钟两种就是消掉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发觉 负面能量一消掉的话 这个人就清醒起来 第二个要做什么 我们在做音乐治疗是把音乐 如何用音乐取代药品 完全用科学化的 比如说我交感神经 那我就用交感神经的音乐 我们去从几十种 大概六七十种最好的音乐里面去选 那选出来就是用在交感的 他直接就可以取代药品 互交感的 那就直接取代互交感的 然后还有交感互交很平衡的 直接用药品去取代 所以我们在医疗效果为什么那么强 因为我们直接就可以取代 取代完以后第二个步骤才说什么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药品减量 快速减量 比如说镇静剂一来 我们用音乐的时候就直接减 取掉了不要用 安眠药他最少要接约五八道两个礼拜 那开始减量 抗疫药也是一样都开始减量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礼拜两次 在我们旁边两次 第三次 他醒来了 醒来了 然后就变得很清楚 第四次非常清楚 那时候才知道糟糕了 我们的医生可能用错药了 其实也不能怪医生 药品不好 不是医生不好 医生只是用错药 所以他不一定是他不好 因为药品本身的特性就是不好 那我们开始找到答案 原来第三次第四次 这个脑筋 这个人脑筋变得很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 他变成他是主人 包括忧意证 包括癌症的病人 他知道自己的生命 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还用到一种音乐 音乐是经络的音乐 刚刚我讲交感 护交感 还有经络音乐 那个经络音乐很好玩 他居然把你的神势调回来 那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医疗一直把万化为新造 原来这个心你没有回来 你是救不了祂的 你天天这次药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啊 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把神势如何 把这个心重新造回来 发觉很有意义的 那我只会讲用我的行动 回神把他的神势调回来 后来我这边有一个病人他蛮好玩 他吃了17点药 到来我这边大概到第4个礼拜 第3个礼拜还是第4个礼拜 在全部解药 他也很谨慎 他到第2个礼拜的时候就告诉我 何谓回神 我以前我也不会解释这个叫回神 你的神势回来究竟是什么样 他跟我讲得很清楚 我以前吃药的时候看东西 脑筋一片空空的 现在我没有吃药 我经理的音乐 现在我看东西 里面是有东西的 就是有观念 原来是脑筋空白一片 所以阿弥陵要证进去 其实还是很多人 其实我们也不能怪医生 医生也是花了很大的苦心 不得不用 他不得不用 因为没有更好的东西 其实医生应该想办法 还有最少几百种几千种 比药品好的东西 只要他愿意动脑筋 愿意去 花着爱心慈悲心去做 他绝对可以找到 他最好的礼物 那这个地方是 阿弥陵要证进去的 一个我们在做的很短的 那今天整个的演讲过程 因为我只有20分钟 那我希望在陆续的报道里面 我们在做的比较特殊的是 失眠 因为这个非常快 你有这个问题 你不要去介绍 那个很简单的 比较复杂 比较难的 你就知道 我们处理的速度有多快 这个一个部分 我们也有在做 自闭症的 自闭症 过动自闭 那过动自闭 这个也是蛮快的 过动的很多 你去整机 让神经传道 回归到正常 好得很快 那也做 专门在做自闭症的 我们做的是心灵沟通 直接教小孩子 去解读他的语言 直接打出来 今天也都会做这个演讲 然后教他们 在心灵的沟通 直接去解掉 他们很多的障碍 在这个部分 那癌症的病人 我做的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都蛮震撼性的 非常震撼性的 让一个人生命重新活起来 很短时间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甚至到一个月 两个月 到第三个月 到医院去检测 病人 那个医生都会 物理人员都会说 你请问一下 你是病人还是病人的家属 这是病人的家属